大家好 今天來講一個 農曆七月是最好祈福重法式的一個月份 那我們民間上面有很多人 都認為說農曆七月是鬼月 這是可能應該是閩南人 閩南地區的人 他們的流傳 由於是因為農曆七月 夏天進入秋天比較燥熱 那燥熱心情會比較不好 所以我們有的時候去 古時候的人到外面去工作 比較會脾氣不好 然後有一些問題產生 那事實上如果以佛教來講 從梁武帝開始 他們就設立了這個余蘭盆解 這個余蘭盆解是要幹什麼 他就是要來報答父母 還有來幫祖先祈福 讓他們獲得更多的恩德 所以我們就把這一個月份 稱為吉祥月 歡喜月 感恩月 孝親月 祈福月 到了這個宋朝 汝道四三教合一 那個時候就變成中元節 這一段時間我們都會說 七月一號是鬼門開 七月三十號有鬼門就關了 他不做任何事情 事實上這一個來講 他有一個傳說 有一個皇帝叫做朱元璋 明朝的時候 他是為了把這個七月份 佔為己有 然後找很多人 冒充風水師 道士到外面說 這個月是鬼月 然後什麼事情都不要做 只有皇帝可以做 因為七月份 這歷史的一個流傳下來 七月就是皇帝天子 他的最好的日子 那我們在甲子的時候 我們猜說七月就是申 申是這樣 然後他因為他是通著天時地利 這個日子通達上天的天時 到達地利 他是最好的月份 每一年最好的月份 就是七月也就是申月 那所以說我很多年來 我都建議人家 可以在七月做祈福的法會 做任何的法事 因為有幫助於我們的冤親債主 化解冤親債主 時間又最好 月份又最強 而且很多人都在做祈福的法會 這個共同的力量就是共業 這個力量很強 所以我都會建議大家在農曆七月的時候 可以加強 加強我們的祈福 我們的財運 感情運 甚至一些冤親債主業障 都可以在這個月份 我們把它加強的來處理 所以說七月份是最好的祈福做法事的月份 分享給大家 謝謝